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要真实感 所以他就发明了这种鞋 把男人的脚缩小 让他在脚尖在木头里面 炫了一个假木头脚 然后后面有敲板 所以就把它叫成敲鞋 但是现在我们女生呢 研习的也是男弹创作的 这些花弹表演艺术 所以我们还是继承了这个敲工 因为毕竟他能够更好地表现 古代妇女那种多挪多姿 偏若惊鸿宛若游龙 那种清零的姿态 榜上敲走台步和大脚片 真的是完全两种感觉 不用特意地去摇曳这个腰肢 它自然的这种扭动 真的是非常美 像西方芭蕾似的 把脚尖立起来 比例美 还有那种舒展的美 就达不到它那个极致 没有绑过敲的 他觉得你敲步 其实是用肩走的 其实恰恰不是 是靠你的腰自然带动 肩带走开就很坐坐 这个范儿就不对 研习敲工或者恢复敲工呢 我觉得还是为了演出的剧目和人物 可能更多的观众更喜欢看天真烂漫 性格温婉的这些 什么像红娘啊 杜师娘啊 霍小玉啊 类似这样的性格的人物 但是敲姑演绎的这个极致的女性 反而倒是非常有戏 非常对演员的这个表演有挑战性 像京剧的这处战晚城春院 就一个寡妇在这个牧春时节 怀念自己的丈夫 推开窗户 上春景啊 听鸟叫啊 呼呼蝶 都是靠手上 手绢 眼神 还有就是敲 来展现她这个复杂的心情 四春一辙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闷闷地在房间里 感叹自己的孤苦伶仃吧 无意识间看到自己的脚了 这时候就是亮敲 先生教我们的时候就说 该露的敲的时候露敲 不该露的时候就要寒而不露 就让观众看 脚什么时候能露一下啊 那样才更吸引人 我平时除了戏曲之外 也很喜欢书法绘画 其实文化很多都是相通的 比如说书法吧 一个简单的笔画 它和戏曲里的一朝一世啊 手眼身法 包括绝活 都可以包含很多的情绪在里面 这也是体现了东方的含蓄美 我觉得西方的艺术形式 比如舞蹈吧 它更加的外放张扬 更像一个年轻人 而东方的戏曲艺术呢 更加内敛和含蓄 更像一位长者 当你积淀人生之后 更能领略它的美 我幻想看起来 我幻想看起来 无所谓的 我们俩 温暖的 感谢观看